有一種信念叫團結 小時候當大家還在打機補習的時候 我將整個童年奉獻了給足球 在今天的散光杯裡面 年紀最小的我終於可以代表香港 而且成為了香港隊的隊長 我想隊長不一定是最好球技那個 或者是最厲害的那個 但是他總是態度最好的一個 很多人都說球迷是球隊的第12個人 在上次散光杯落後1比0的時候 幸好有球迷不斷的支持 團結一次我們才可以追回1比1 我這些不想看 我們有助究竟隊的 在試試合警告